大家好,我是四行一艺术空间的艺术导览陈一珍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位中国非常优秀的画家,王斌 王斌老师是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油画协会的会员 他在1963年出生于辽宁省,并且在1985年时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 他曾经在1992年集就于中章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班 98年的时候,他在沈阳有一个写实作品展《那些记忆中的事》 并且在2001年在北京阿特画廊作品展《红色的记忆》 在1997年跟2005年时,王斌老师曾经荣获《辽宁省青年美札》 第三届跟第五届的优秀作品奖 王斌老师的作品可区分为三大系列 第一系列是《高原》系列《遥鲁藏不江之歌》 《高原》系列 在路途上的云与悦养 请替我向圣地迎唱 留堂过高原的《遥鲁藏不江之歌》 请手腕我的家园 请记下我回忆里的家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地域广大的国家 民族文化丰富 艺术多彩多姿 艺术与民族文化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从未去过青江藏高原的我们 很难想象在那遥远的地方 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美丽景象 令人动容 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符号或元素 值得令人研究 王斌 一个热爱艺术 学养丰富的画家 在这一系列创作中 秉持着自身对高原民族的深刻观察 与荣厚的情感 与一种奔放洒脱的笔触 勾勒出当地居民的纯真特质 与文化抵御 从画家写实的笔调中 我们在画面上可以见识到 当地一望无垠的宽过草原 山谷的特殊景致 以及藏族的豪迈神韵和传统民族服饰 在这张画中 可以看到青蒙藏高原 五千公尺的海拔很远 却靠近蓝天堆点 让我们张开双手 歼命间 一路走在这一望无极的绿 是谁带来这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一座座相连的山川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这一片号称选世界最高的高原 堪称世界无极的雪域高原 传统的藏族寺庙 拥有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 虔诚的人们来到这里 参乡礼佛 感觉出色无比 在这张画里 相光照射下的繁语 佛式 独居风格 体现了藏族文化交融 交会融合的特色与风格 藏族传统文化 浩如沿海 就包含在几座 印材分成的艺术宝谷中 红色的背景 象征着藏族对于 辅教文化的热点的期盼 藏族自称翻八 藏汉语的名称 藏来自于藏语 这个名称的语乃 意义是 遥鲁藏不将留间之地 藏族有历史悠久的 文字语言 有高度的语言表达能力 藏族文化一脉相承 前多年来 释迦牟尼佛的哲学与教义 这一切的文化脉络 造成藏族同胞 持续特色的生活与文化内涵 透过王斌的画作 我们可以从那名案 对比鲜明的色彩中 画面人物的配置 看到了一幅充满 简奏有立体感的佳作 输出已满生命力 与当今许多具备 民族特色的油画艺术作品相较 画家对于构图的熟人 色彩的掌握 透过人物和谐的姿态 跟动作的描绘 让画面呈现动态感 渗入光泽的内心 这是他的作品成功与 极具细腻的地方 在王斌的画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 他们的表情 神色是多么的和谐 在血液的笔触里面 人绘出了人的动作 跟姿态 让我们感觉到 好像是亲临到当地 你受到当地的文化 跟藏族人民的一种权真 对于藏族人民的 并不得描写 我们的老师应由他读到之处 在他写意的笔触里面 坚守着写实的轮廓 在每一幅肖像画里 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 可以看到藏族民族宽大的浮世 也可以看到当地的自然环境 造成藏包们 他们身上的一个 非常独特的气质 这是布达拉宫 是西藏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宗教的圣地 这张画中的表情 非常的独特 画中的少女 似乎在看着远方 心思 甚至于在想着某件事情 他身上的服饰 正是藏族传统的一个 广大的服饰 王冰老师在写意的笔触里面 由中可以看到 在亮出一个厚重的油彩痕迹 纯粹的油彩表现 是王冰老师这些年来 他的艺术经验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艺术 技术的影视现象 王冰老师将藏族民族的 神采 充分地表达在他的一个画作中 虽然像这幅画里面 呈现出来是一个灰色的中性色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衣服处底下 藏族同胞 有着非常活泼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精神 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个系列的作品 是恩魔系列 这个系列的作品 可以称作家人系列 每方有家人 如出水芙蓉 风之万种 流年 时光 人体是人们更古不便 而且一直持续关心的绘画对象 王冰笔下女性的特质 是一直是纯真与自然的 不带一丝 绞柔与作作 有时青春洋溢 有时风情万种 他延续西方油画描绘女性的古典主义 在他的画作中 女子具有一定的姿态 或披着布料与薄纱 展现风雨的双风 或穿着朴素的衣物 展现腻在优雅与含须的内涵 看时光流泻 属青春流年 恩魔系列 在这张画作里 家人的侧脸由内而外 散发着一种吸引力 让观者不知不觉 心生其目 美丽的容颜 加上内在的气质 极尖长发 称上 玲珑有质的身材 猜不到 嘉丽心思在何方 笑看风云淡 助对云起时 任谁都会为那一双 无暇的大眼 亲密的脸庞给震慑 浅和色的衣裙 搭配滚变米白色的围裙 那两条浅和色 宽部扎成的法术 让女子的容颜 清晰呈现 仿佛在树桌着 一腔心底划 在一片灿烂阳光的午后 黄线透过树叶的缝隙 扫落在少女身上 浓硬的绿叶 趁着低头沉溼的她 就如那一身青妆一样 花样莲花 朱唇大眼 一头乌黑的法绊 宽大的一群 遮不住女孩的娇羞 手上的玫瑰 纯洁的心仪 等待那心上伦 一生一世的承诺 尽管时间不断推进 黄冰仍然坚持古典主义的宽慰 在画面时 可见以细碎的色块 和白色的表层 呈现若隐若现的肌肤的滋力 在模特的神情 服装 发型上 都可以见到 画家于当下捕捉到的 浮光略影 它标志着时间性 呈现时代的氛围 也呈现北方家人 如出水不容斑 以动人的体态 展现文化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家人歉影 无功情万种 记忆深刻 难以忘怀 这就是黄冰老师所表达的 恩努系列 每方有家人 如出水不容斑 风情万种 接下来看黄冰老师的另外一项营业的作品 金蜜系列 错约多姿 金句又称为金系 被视为中国的国粹 金句于2001年 列为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 国粹是一国传统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内涵 而且是金句不衰的 而且是金句不衰的文化遗产 金蜜系列 花妆蛋 娘家闭门出女将 花香罗帕为作美 乌江岸霸王商别姬 百花亭上贵妃争醉酒 马灯出亮粉末登场 花蛋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极为重要的角色 依照美术戏中的角色 时而个性活泼 时而温柔婉约 不论是汉剧 昆剧 金剧 或是乐剧 她的造型特重神采 黎明与秀丽 在王斌老师的画作底下 我们特别可以看到 花蛋的造型 非常的适切 而且符合美术戏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幅画是王斌老师一幅300号的剧作 西楚霸王 跟别姬的故事 霸王别姬 西楚霸王在三国时候 当他战败的时候 在河畔跟他亲爱的妃子 出了诀别 你可以看到画中 西楚霸王哀伤的眼神 表现无理 而别姬 于姬在这个时候 还愿意用他最妇媚动人的姿态 跳一首最后的一个舞曲 来让他的王 暗望却这一切的诱伤 来作为最后一次的道别 西楚霸王啊 不是连跟您相守一世 谁在那富贵荣华 即便如牡丹 贵如天子 鱼姬只要在您身旁 不离不弃 相知相守 在这幅画作里面 王斌老师用非常大胆的颜色 来铺成这个画作里面的故事 用色写明是王斌老师的一个画作特色 在他写一的笔触上 在画面人物彩度和明暗的微妙处理 呈现不同色块的完美融合 你可以看到画作中流畅的线条和笔触 画中花旦的眼神 是整幅作品中除了别致的戏曲服饰之外的另一亮点 不可质疑 画家的雄心不只是一幅单纯的肖像 而是要传达一幅具有精神层面的创作 一个表征传统戏剧文化与人文意识紧密结合 存子相依的知识层面 这样的作品将近距角色如此到位 呈现得如此到位 工资错约又以太万千 成功的说服了我们网宾的艺术才华 底下的作品是网宾老师的家乡记忆系列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介绍网宾老师的创作 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来台中市重德路五段498-1号 四行一艺术空间来欣赏优秀艺术家的作品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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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优惠园